好,同學,我們上課 我剛剛這個式子少掉一個 我剛剛這個式子,你把它補上去 這麼一個H bar的平方 剛漏掉了 多寫了沒有 OK,好 我們現在講那個第十三章 那第十三章,我們講的是 就是說,多粒子的問題 如果很多粒子的話 每一個粒子 每一個粒子的座標 我們破完數要 包括在裡頭 所以這是每一個粒子的座標 加上怎麼樣 我們總共有N個粒子 然後加上時間,這是它破完數 破完數的解釋還是一樣的 破完數的解釋還是一樣的 就是說這 規模要這樣規模 跟以前一樣 就是規模要對所有粒子的 做積分 然後等於1 那解釋方法還是一樣的 解釋方法還是一樣的 就是P 一樣的,就發現 就是破完數的物理力 就是破完數的絕對值平方 就是說,發現第一個粒子在X1 第二個粒子在X2 然後最後一個粒子在Xn的 怎麼樣? 那樣的破完數 就把我們原先的一個粒子的問題 把它延伸到非常多粒子的問題 那我們的X2 那我們的X2 變成這樣子 那H2 那我想你們都知道 第一項是動能吧 第一項是每一個粒子的動能 我們把它加起來 這是最後一項是位能 是粒子之間的彼此的交互作用 包括交互作用 就是說 這整個系統的怎麼樣 總位能 那我們把那個算符 我們把每一個粒子的動量算符 我們還是一樣的 我們把那個動量算符 動量算符就是這個吧 那我們 就說 粒子的動量算符 跟它的位置算符之間的怎麼樣 的commutation relation呢 是 等於負的 i分之h bar 然後data ig 這是 Chronic data 不是data function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物理 這告訴我們什麼物理液 這告訴我們什麼物理液 i是一個 我們知道 i是 這邊嘛 這i嘛 第幾個粒子 的動量算符 這是第幾個粒子的怎麼樣 第j的粒子的位置 那這次告訴我們 如果 i不等於z的話 等於多少 等於0 所以我當 i等於z的時候 才怎麼樣 等於1 那這告訴我們 就是說 不同粒子之間的動量跟位置怎麼樣 是沒有關聯的 這樣會嗎 就是說 那相同粒子的動量 跟它的位置算符 動量算符跟位置算符 還是要符合怎麼樣 符合以前我們所學的怎麼樣 那我們寫這邊是一般的規則 有關多粒子系統的一般的規則 那先我們用那個 當然如果粒子的事物非常多的話 當然這是非常複雜的 那底下我們先用雙體的 就兩個粒子 就兩個粒子 我們取最簡單的情形 最簡單的情形 就只有兩個而已 兩個粒子 那我們的哈密通量是這樣 我把它換成那個 三度空間的那個位置向量 其實嚴格來說 嚴格來說 這邊也要用那個 三度空間的位置向量 照書上用的符號 那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 跟以前你們在力學 力學所學的雙體運動是類似的 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首先定義怎麼樣 總動量跟相對動量 我們首先定義這些量 你們知道這是總動量 這是相對動量 這是那個直行位置向量 然後這個可以寫出相對 那我想你們都知道 M是怎麼樣 M是總值量 這是在你們力學 力學應該也學過這個 然後我們來看 那我們下一步要做了 因為我們已經改變成這些變量了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看 這些變量的 commutation relation 是不是還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需要求這個 我們求這個 這A A是代表 SYZ 就是向量 向量的三個分量 這樣知道意思嗎 但A跟B可以不一樣 A跟B可以不一樣 A跟B可以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看 現在commutation relation 變成什麼樣形式呢 所以這個是等於 我們把它帶進來 對不對 就這邊 一個是 大R在這裡 就這兩個 我把它畫在這邊 我們要用到這兩個式子 所以這是P1 P2 然後這是 就這個 直心的位置像那樣的分量 M可以提出去了 有很多項目被彼此消掉 應該是無關的 我們剛剛講到是無關的 所以是等於M1 我們看M1 M1有哪些 M1是這一項 這乘上這 對不對 所以 有P1 A 然後 X1 B 這個乘上這一項 還有呢 還有哪些項 這邊的 減掉 這個減號 對不對 然後這個 X1 B 然後再這個 P1 A 是不是 其他 其他是消掉 因為無關了 然後再加上 M2在這裡 那 這乘上這 所以P 其他 這是1 這是1 1 如果1跟2的 1跟2的 那些項目會怎麼樣 如果這是1 這是2的 那些項目會怎麼樣 消掉 因為它是無關的 OK 那我們來看 這是什麼 對 這是 commitation relation 好 那我們剛剛寫過 這等於多少 Fu I H bar Data A B 對不對 這邊呢也是怎麼樣 也是等於 Fu I H bar Data A B 那這兩個是長 這兩個是一樣的嘛 所以可以提出去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得到 M分之 然後 M1加上 M2 然後 M1加上 M2就是大M M1加上 M2就是 總質量 所以 這兩個 變成 E嘛 所以變成 FuI H bar Data Ab 所以它 commitation relation 跟我們有一些 這是那個 直行運動的 直行的那個 直行的動量 跟 位置嘛 那它也是滿足 原先的怎麼樣 也是滿足 相同的 communication relation 所以我們現在處理 處理這兩個 這是 總動量 總動量 跟怎麼樣 直行位置的向量 那麼我們現在 下一步要處理這個 相對的動量 跟怎麼樣 跟相對的位置 我把它寫在這邊 這相對的 這變相對的 就相對的 動量跟相對的 位置 那我們就把它帶進來 PA在這裡 我們把它帶進來 就得到 M2 M1 M2 M2 然後 P1 P1 A 然後再減掉 M2 P2 A 然後再過來 RB RB在這裡 R1 B 減掉 B R2 B 減掉 R1 B 減掉 R1 V 對不對 R1 R1 V P1 P1 A 加上 M1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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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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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R1 T1 M2 M2 R1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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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我们要把这,这是原先的变量嘛,对不对 原先的HP,我们要把它换成怎么样 换成用这三,用这些表示的HP OK,那我们看怎么换 我们由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解除成这个 P1等于P加上 我们由这两个式子 由这两个式子可以得到,可以解除P1跟P度出来 那这个应该你们都会解吧 然后我们把解出来再带到这边来 有没有问题,P1跟P度把它带到这边来 我们就得到HP就变成这样子 其实这个我们在力学,你们力学都已经学过了 只是我们现在用 你把这个P1带到这边来 P2带到这边来 所以动量部分 对不起,动能部分 动能部分分成两下 这是执心的动能 这是执心的动能 这是执心的动能,这是相对动能 相对运动的动能 那这是reduce mask应该都知道 这是reduce mask 所以哈明圈的就是这两下 然后加上温能部分 我们把胃能里头变量怎么样 变量有换种是小R跟大R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那通常哈 通常的那个胃能 一般的情况下 胃能只跟什么有关 你们在学那个力学双体运动的时候 对,只跟它的距离就是跟R 而且跟它的距离 所以通常胃能等多少 小R哈 小R是相对位置的哈 所以我现在这个就改成什么 这个就改成这个了 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就这样学了哈 就是说胃能是跟相对距离有关 那我们现在po函数 我们现在po函数 用心的变量 心的变量 这相对运动 相对运动的位置 这是怎么样 执行位置 好,那它解可以写成这样 好,我们最后得到这个结论哈 知道这个怎么来没有 小R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写 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跟哪一关系 只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它是相对位置的 所以对这个来说是什么 这个常数 等于是自由例子 对总角动量来说 总动量来说 它是自由例子的 所以自由例子就是函数 其实你等于是说 你把这个结果带进去 就可以把这一部分弄出来 把这一部分分离出来 这是很简单的 就是你把这函数带到这边来 剩下的就可以整理出这个出来 好,所以最后一步就是要解这个 那解这个要知道什么 解这个 解这个 要知道未能 所以你知道未能以后呢 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把U解出来 这样会了吗 对 好 大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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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总动量 这是总动量 这是怎么样 这是执行位置效量 好,你们 这个 你们知道 其实就是自由例子 就是说对执行 执行来说是它相当的自由例子 好,那我们就 实战上就先讲到这 我们下一次上课就要开始讲 那个identity part 就identity part 相当的例子 我跟着这个 我们下课就有 我们下课就有